根据了解目前外食市场规模大概有3000亿元 因此为了抢工这个商机 统一超旗下的7-11宣布扩大自由品牌产品线 切入快炒的市场 统一超认为应该有机会带动微波冷冻即时产品的业绩成长大概两成 而且今年整体自由品牌的业绩也渴望成长一到两成 上看150亿元